Hello 大家好,歡迎你們來到我這個頻道 今天會帶大家去深圳必去的一個商場 這個商場在福田口岸踏10號線 10分鐘就去到,去到之後選擇E出口 這個商場也是同地鐵站無縫連接的 所以打風下雨都沒有怕都可以來的 這個商場裡面超過300個品牌和美食 有潮流、打卡餐廳等等 輕鬆玩足全日完全是沒有難度 進來這個餐廳之後 地下整層樓都是吃街的 有不同的食物 讓我們看看有什麼食物 這間餐廳的麵是可以任你免費家的 這裡是一個吃肉夾帽的 雲吞麵 這間是吃老肉飯的 這間是肥豬肉的 這間是飲食的椰子椰子 然後深圳很流行的麻辣湯 這間是榴槤披薩和榴槤飲品 很適合一些喜歡吃榴槤的人 這裡連非法鋪也有 洗剪吹只需要68元 如果染髮就359元 也有兒童鴿 這裡是麻辣粉絲麻辣米粉 一個餐29.9元 裡面還有小籠包 這間也是吃灌湯包的 價錢很經濟 照片裡的包都很多餡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餡就不知道 我就沒吃過了 我們現在坐升降機上一層 一上完之後就看到一間大家樂 有一間很高級的超市 這間超市其實深圳到處都見過 一上來左邊就有一間越南菜 但是沒有一個人吃 好不好吃又真的不知道 但是價錢也很經濟 這間是買日本小食 然後就有一些珠寶金店 時裝店等等 也有運動衣服的店 這個商場就這樣看上去都很漂亮 跟著有些遊戲機的東西給小朋友玩的 大小小的小朋友也適合玩的 除了遊戲機之外 還有一些是類似機動樂園的 過山車那些東西 給你戴眼鏡 在虛擬世界裡面去玩的 然後後面就有一間酸菜魚 但是這間酸菜魚 就好像不太有名氣 但是我就不知道好不好吃 它這裡的酸菜魚 一至兩人份量是$138 三至四人份量是$198 這裡就是給小朋友夾娃娃的店 很大間的 旁邊呢 旁邊呢也有一個比較超的 攤檔 好有人氣的酸奶君 這裡連英皇電影院都有 蘇式湯麵館 蘇式湯麵館 米扇店 這間呢是陝西野食 這間呢是陝西野食 這間呢就是商場最高的那一層了 潮州野食店 潮州野食店 這裡連佛爺百貨公司也有 很大間的裡面 然後它的右邊呢 一進去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打卡位 適合那些女生來打卡 難怪他們說這個商場 有很多地方可以打卡 這個商場還有一個 剛才已經拍過 有一個電影院的 所以 吃東西 逛街 看電影 其實玩了一天真的沒有難度 還有這麼多打卡的地方 對了 這個商場 看上去也很新 很大的 走下去也很舒服 人都不算很多 你想要的店 其實這裡也有的 對了 那我下一段影片呢 就會說我在這一間商場裡面拍的 一段野食片 那這段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請你們記得subscribe和like 拜拜 下次見